还记得这位坚强的小女孩吗 来 妹妹 请你喝水哦 来 谢谢 不客气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梁山的一位小女孩 我叫客座 可以可以 远吗 不远 就在上面 在哪 那个山上吗 就在那边不远的 从那边背上来的 从下面 睡了多久了 三十分钟左右吧 半个小时吧 那要不要休息啊 不休息啊 我从小时起 我的父亲因为生病 离开了我 那年 因为我爸爸的离开 妈妈也被外公 他们给理了回去 那时候 我93岁 从那以后起 妈妈就没有和我见过面 我一直都是跟着 养育我长大 的奶奶一直生活 没有 我们 我们 大 楼村 孩子就是这样的 在这期间 奶奶东奔西跑的补育我 教育我要做一个 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当我 卖卖长大 在 2022年 我 遇见了 龙哥 妹妹 很厉害 龙哥对待我 就像 妹妹一样 龙哥 常年在外 奔波 把我的真实生活 发布在了网络上 也有很多人 关系我 怎么听着呢 谁说 男子不如你 很多很多哥哥 姐姐 叔叔 阿姨 给我寄东西 生活给予我太多的不幸 但能得到你们的帮助 又是无比的幸运 谢谢你们 龙哥跟我说 今年期末考试 上了班级前五名 就带我过暑假 去看看 梁山以外 精彩的世界 如果可以 我希望可以当面感谢 帮助我的那些好心人 我可以告诉他们 在学校 我一直努力 做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家里 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 努力做我奶奶说的那样 努力回报大家对我的关爱 将来对社会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哇 大气的妹妹 我还请你喝饮料呢 她还请我们喝 谢谢啊 好吃啊 好吃的啊 哈哈哈 我哪里可以做 我好 今天 这就是 我 我 我